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一些高度不确定性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成功率 那这些专案可能是包含 我们怎么把人送上这个月球 我们怎么研发COVID-19的这个疫苗 我们怎么来建这样的一个演讲厅 甚至是包含我们的人生 我们今天就不要谈复杂的商务概念 我们就来聊聊大家的人生吧 因为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 人生其实都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历程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方法 能够把这个不确定性 能够某种程度地控制 那这应该是一个还蛮好的事情 可是我也相信 在场的听众 可能很少人真的对自己的人生策略 有什么想法跟规划 大部分的人可能想的都是 我就一步一步往后走 没有想太多 可是我得说这是一个不正确的 另外搞不好在场有一些听众 你可能在你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有帮自己展开一个所谓人生地图 或者是人生的一个剧本 这个人生的地图 人生的剧本 你可能想得很细 你可能老早已经想到 我在哪一个时段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在哪一个年纪 我想达成什么目标 这个是还蛮好的一件事 可是我要很遗憾地告诉各位 这样的一个人生剧本 人生地图 你几乎没办法完整地实现 为什么呢 你往后走 你可能会发现 你可以成功地达成 接下来一个或者两个里程碑 可是随着时间推演 你必然会发现 后面很多的一个设想 会完全被时间打偏 你说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在做任何规划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会忽略 两个很重要的变因 什么变因呢 第一个变因叫做 计划赶不上变化 换句话说呢 不管我们再仔细地 帮我们自己人生做规划 可是生命 必然有它的一个随机性在 你说这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假设你曾经想过 我将来有一天 我要去美国 可能念书 可能发展 可能工作 你也确实朝这个方向努力 可是今年COVID-19 全世界哪里都不能去 对不对 计划被打乱 甚至呢 你搞不好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两个人非常相爱 可是对方完全不想离开台湾 这时候怎么办 换句话说 不管你前面做了多详细的计划 都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异 让这个计划后续不再可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 我称之为呢 有很多细节的状况 我们其实初期是不知道的 我自己啊 这几年 会帮一些 跟我一起上课的一些学员 帮他们来做所谓的 职业的一个资讯 那我自己啊 就发现 其实很多人 他呢 可能呢 他有一个感兴趣的一个事情 比方说呢 他可能从小喜欢打电动 他想要成为一个游戏设计师 他可能喜欢看漫画 他想要成为一个漫画家 他喜欢喝咖啡 所以他希望将来 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咖啡店 这样的一个想法 很不错 而且这些人可能真的 尝试往那个方向去前进 可是呢 有趣的事情就在于 他们可能呢 在这个方向 走着走着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忽然开始意识到 我要在那个领域 如果要成功 好像我目前的天分不足够 或者是有人 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会发现 那样的一个工作领域 其实呢 我不是那么喜欢 那个工作环境 比方说 有可能过度加班 甚至是呢 有一些人 他可能呢 真的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现 他自己其实更喜欢当消费者 而不是一个生产者 什么意思呢 看漫画很开心 对不对 画漫画太辛苦了 甚至我自己 当年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 我念了土木工程 好不容易念了毕业 真的在一个土木工程的领域 坐了三年 坐着坐着 我慢慢领悟一件事 我其实压根 不喜欢土木工程 你可能会说 这一切太扯了吧 可是实际上 真的是如此 我们很多人啊 没有在一个领域 走到一定的程度 其实你不会 你除非走到那一定程度 你才会知道很多 过去你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呢 当你知道了这些 你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无论是你没有天分 你不喜欢那个领域 甚至是 你不喜欢那个环境 甚至是你更喜欢 当一个消费者 总之 这些阻碍 就会让我们原来 漂亮完整的 那个人生地图 会变得再也走不下去 所以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就不要做计划吗 就放弃吗 就随着这个生命 把我们推到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吗 也不是 我觉得呢 我们或许 可以真的 从专案管理这个领域 来借尽一些东西 专案管理啊 不管今天是一个 商务上面的专案 或者是一个 科学上面的专案 其实所有这些事情啊 都会经历高度的 不确定 未知 以及呢 会在过程中 遭遇各类的变动 就拿COVID-19的疫苗研发吧 全世界 现在如火如荼地 在努力 在展开 可是老实说 我们大部分的人 对于这个病毒的了解 还非常非常地浅薄 你说有没有可能 过个两个月 我们又多认识了一些 病毒的细节 过去研发的这整个方向 可能都必须要做调整 这有可能的 也因此 在商务 在科学领域 做所谓专案管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在于我们要能够激动地 来调整 来因应 所以这个激动的调整 激动的因应 我们能不能用在我们的人生中呢 答案是可以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送给大家 三个规划人生计划的原则跟方法 第一个 跟探索有关 你说跟探索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子 我们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会有一个迷思 会觉得我做人生计划 第一个重点 应该去想 我在不同年纪 想要达成什么 想要做什么事 可是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我们其实第一个 要问自己的问题 其实是这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 我达成了那个梦想 达成了那个目标 我会不会喜欢那个结果 你说这什么意思 你就想想 你这一辈子 假设从来没有爬过山 你如果第一次 帮自己做一个爬山规划 我猜你可能不会想说 我要去欧洲 来爬马特洪峰 你说这个 这么夸张 因为那一座山 非常的难爬 它比玉山还恐怖 你如果从来没有爬过山 如果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训练自己 然后买了复杂昂贵的装备 甚至老远飞到欧洲去 结果最后爬上了山顶 你发现 我根本不喜欢爬山 那这一切不是搞笑吗 那你可能说 舅 我们没有那么傻 我们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得说 类似的状况 我在很多人的人生身上会看到 什么意思呢 我周围很多朋友 他可能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努力存钱 好不容易存到了钱 开了一个梦想的咖啡店 开了三个月 他发现 我其实根本不喜欢经营 甚至是我其实根本不善于经营 好 接下来怎么办 我也认识不少人 花了很多的时间 花了很多的心力 花钱去补习 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 分发到他的单位之后 半年之后 他后悔了 因为他觉得 他其实完全不能适应 那样的一个官僚的环境 那接下来人生该怎么办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哪一天 如果真的达成了我们的梦想 我们是为那个梦想开心 还是其实我们是痛苦的 你知道很多人生的悲剧 不是达不成梦想 是达成了梦想 很辛苦达成了 然后发现 其实我根本不要这个东西 所以呢 回到我们的人生 我很鼓励各位 回去之后 你帮我做一件事 你问问自己 接下来 我想做什么工作 我善于做什么工作 我的天赋 我的热情 我的能力 到底在哪里 我想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 我想待在什么环境之中 简单地讲 就是我想过什么人生 以及我为了这个人生 我愿意牺牲什么东西 我猜很多人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直到你开始工作 甚至工作很久 你才开始意识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非常值得 我们事先能够想一想 而且想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你没有答案 甚至是你可能想出了 一两个答案 可是你不是很确定 那个答案 是不是我真心想要 我真心喜欢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第二个原则就出现了 第二个原则 基本上跟实验 跟收敛有关 什么意思 我刚刚提到爬山 你不知道你会不会 喜欢到欧洲去爬山 对不对 可是你至少可以帮自己 做一些低成本的实验 什么是低成本的实验 我不知道我喜欢爬山 那我先去爬爬象山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适应欧洲的饮食 我至少在台湾 吃一些欧洲的食物 我看看我喜不喜欢 我适不适应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坐长城的飞机 飞到欧洲 那我至少在台湾 我找一个环岛的火车 我坐一段 总之 透过这样子 低成本的实验 你会发现 我到底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是乐在其中的 还是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其实就已经发现 我对爬山这件事情 是深恶痛绝 无论如何 找到答案 会好过没有答案 那这个 回到我们的人生中 同样的概念 假设你将来的梦想 是想要开一间咖啡店 有梦想很好 可是你要去验证这个梦想 验证梦想 不是说 我接下来就开始存钱 或者我要去念一个MBA 确保我将来可以经营得当 这都不对 这都是绕路 你反而应该现在 帮自己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 你找一个咖啡店 一个生意好的咖啡店 你去那边当工独生 至少做三个月 至少做半年 如果你去做这样 你去在一个生意好的咖啡店 当工独生 半年之后 你每天你都起床 觉得今天充满了活力 我很期待要去上班 因为我又可以去招呼客人 我又可以去冲泡咖啡 我又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搞不好开咖啡店 确实是一条对的路 可是有没有可能反过来 你在这个咖啡店 做了半年的工独生 你发现我每天起床 我都希望闹钟不要响 我都希望我可以睡久一点 我想的我要去那边上班 面对客人 我就觉得心情低落 这个时候搞不好 咖啡店其实根本不是一个 我们正确的选择跟答案 而且这个又延伸到下一个重点 下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下一个重点跟冲刺有关 怎么说呢 我刚刚提到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爬山 你帮自己做一些小规模的测试 所以你可能在台湾 帮自己安排去爬几座山 爬了三座四座 你慢慢开始呢 第一个 你可能真的觉得爬山很有乐趣 很好玩 很喜欢 而且你在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过程中 你也会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 举例来说 你可能走着走着 你发现我的脚 我的腿其实很强壮 走很远 我都不会累 可是发现自己手 好像比较肌肉无力 所以一些要攀爬的地方 你发现你可能攀不上去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一些 更美景的地方看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帮自己安排三个月的短期冲刺 你去健身房 专门训练手臂的肌肉 三个月之后 你再去爬山 你发现你原来去不了的地方 你可以去到了 原来做不到的行为 你可以做到了 你可以继续享受爬山的乐趣 而且你可以做得更好 你会有成就感 你可以澄清在之中 你会不断不断地想要做更多 回到我们的人生 完全是一样的方向 我们的人生 假设你真的照我的建议 你去了一个咖啡店 当工独生 做了半年 你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你非常非常地投入 非常非常地享受 可是你也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自己擅长的 发现自己不擅长的 如果你半年之后 你还是觉得开咖啡店 是你的梦想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帮自己 列出短期的冲刺计划 我要补强什么东西 我要学什么东西 我要继续怎么样的钻研 提升自己 那你就可以让自己 可以更迅速地 走在你的梦想道路之上 可是呢 也有可能反过来 你在那边坐了半年 你发现 我其实没有那么热爱咖啡 甚至是你真的去冲泡咖啡 你发现其实泡咖啡 有一点难度 有一点门槛 我好像没有那个天分 可是呢 你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 你发现 我还是想要开一个店 只是咖啡店 可能不是我最优先的选择 可是呢 这半年 搞不好你接触了甜点 你发现 甜点很有意思 甜点很有学问 而且你搞不好对甜点 你觉得你自己 找到了另外一个天赋 那接下来 搞不好你可以 从咖啡店的梦想 转移变成一个 甜点店的梦想 而且转移的过程中 你也会立刻知道 你还缺什么 这个缺憾 值得你冲刺 这个缺憾 你冲刺了 你会提升 你就会越靠近你的梦想 所以它会让你 很快很快地 走入一个正向的循环 走入正向循环 很重要 你不要漫无目的地学东西 漫无目的地提升自己 提升了 为了什么 你不知道 可是你让自己有一些体验 跟实验的机会 你就会知道 你该冲刺什么 所以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 我们的人生 它其实不是一个 线性发展的过程 并不是我可以在 我的十几岁 二十几岁 就画出一个 我接下来的人生地图 那是做不到的 反而在我们二十几岁 甚至不到三十岁的年纪 你更值得做的 是要去问自己 一系列的问题 我想做什么工作 我想跟什么人在一起 我想住在哪里 以及另外一百个 对我自己的一个 认知跟挑战的问题 那些问题 初期你一定没有答案 老实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没有答案 可是没有答案 并不可耻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要为自己做的 就是刻意帮自己 创造一些实验 跟体验的机会 你去体验体验职场 你去体验体验恋爱 你去不同的地方住住 你去认识不同的人 随着这个过程 不断地推演 不断地演进 你会越来越知道 自己要什么 跟不要什么 我得说 我们的人生 不是你哪一天 在一个下午 在家里 在纸上想象出来的规划 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型的 反而是什么 是我们让自己 真的能够跟世界互动 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从世界得到回馈 我们会越来越清楚 我们想要 我们不想要 我们的方向 我们值得去提升的地方 当你有意识地 不断不断进行 这样的一个尝试 不断地收敛 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 你也才能够帮自己 定出一个符合变动 而且符合自己 真心想要的人生计划 这是透过专案管理 来提升 来优化我们人生的方法 最后 我想说 我其实认识不少年轻人 有一些年轻人 一直有一个迷思 会觉得人生的重点 就是快 我要快快地念书 快快地毕业 快快地找工作 快快找一个有钱的工作 然后就觉得 我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 但是我的答案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采取这个策略 你确实可能会赚到一些钱 你确实会得意一段时间 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 可能三十多 可能四十多 你就会开始有一个迷惘 会觉得 我得到了很多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 未必真心是我想要的 那这个时候 你还是可能会退回原点 可能还是会必须重新来过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其实还不如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就承认吧 我们真的不知道人生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什么 可是这不可耻 这没有关系 我就给自己一些实验 跟体验的机会 你可能会觉得 可是就这样子感觉很绕路啊 对不对 我们难道不能找到一个更快 更直线的路吗 我答案不是的 这不是绕路 这个体验的过程是必要之物 当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 你会更了解自己 你更了解自己 你也才知道你后续该去哪里 所以虽然这看起来绕路 可是有时候绕路的路 其实才是最快的路 有时候绕路的路 才是能够让我们真心觉得快乐的路 我想跟大家讲 人生的重点 其实真心不是快 反而是要让自己快乐 为什么呢 我们人就过一次嘛 就过这么一辈子嘛 如果你很努力 很辛苦 达成了目标 可是这个目标是别人的目标 是父母的目标 是老师的目标 都不是你的目标 你的人生回头来看 你终究不会觉得 那是一个满意满足的人生 所以我真心期盼各位 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我们今天提到的人生规划的方向 让自己可以不断有意识地实验 有意识地计划 有意识地调整 有意识地前进 那我相信将来假以时日 有一天你再回头来看 你会觉得你自己度过了一个 充实又有意义的人生 我是张国阳 专案管理是我们最好的人生指南 请各位务必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